身為一個消化道及減重外科的醫師 端午節要到了 我給大家的叮嚀 還是希望大家不要發胖不要噎到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粽子它雖然非常非常好吃 不管是甜重或者是鹹重 但是它含的熱量非常非常高 而且它對於這個 糯米在某些消化道來講 因為它的糖分含量比較高 油脂含量比較高 對於原本消化機能就比較差的人 其實雖然它很好吃 可是請不要整顆吃光光 分一半給你親愛的 算是害它也好 要肥一起肥 要塞一起塞 但是最重要的呢 不要忘了 吃了這些高熱量的東西 雖然天氣很熱 適度的去戶外走一走 當然不要吃完 就做一個非常劇烈的一個運動 可能讓你消化更不良 但是一個適度的散步 也有助於合家的一個感情更為融洽 那也可以讓你的消化的狀況更好 又可以燃燒某些脂肪 和樂而不為 那在此祝大家端午節愉快 謝謝 ва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